但是如果仔细看洋流的路线 一定会发现 为什么 北上的暖流会偏向东北 而南下的寒流会朝向西南呢 这是因为科室力所造成的 科室力就是因为地球自转 而使物体偏向的力 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试验 这边有一个水盆 里面装满了水 当我们把毒水的塞子拔起来的时候 水将顺着这个出水口往下而流 最后会产生一个漩涡 它是顺时针转还是逆时针转呢 现在水开始往下流了 我们可以看到 在中间形成了一个漩涡 透过花瓣的走的方向 我们可以观察得出来 这个漩涡它是顺时针转 还是逆时针转呢 答案是逆时针 所以咯 我们可以判断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北半球 哇 那如果到了南半球 答案就会不一样吗